我们今天所讲的《庆修得圣》第五点一起读 用属神的价值观取代破坏性的世界价值观 其实我们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思想 所有的感觉 都是与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的 当我们的价值观看重一样东西 而得到的时候 我们就会不开心 当你看重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的生命的方向就会向着那个价值观去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最重要处理的就是价值观的 价值观是所有一切的问题的底层 就是如果一个健康的价值观是非常好 但一个不健康的价值观是影响我们很大 而事实上 大家一会儿看以下的影片 你就会看到 不是影片的slides 你就会看到 我们很多人的价值观都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左边的图 大家有没有一些 虽然你没有见过这个人 不过这种情况 就是当妈妈呢 首先有个大女 又后来生了个小的BB 那个小女的大女就说 为什么妈妈爱她多一点呢 为什么经常关心她多一点呢 就开始不开心了 对吧 有一种的感觉 我觉得呢 妈妈现在不疼我了 就很想得到人的爱 又有一种竞争心态 但是当一个人在这种情况长大的时候呢 他成长之后呢 很多时候呢 就会很想争重的 很多时候会竞争的 所以呢 有些人说到 在心理学上说到 第二 就是排行第二那个呢 通常有这个情况的 就是他很想争重去 啊 更加比大仔 或者大女 更加得到父母的欢喜 因为 父母呢 通常呢 就体重大那个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很想争 于是呢 他就会很有这种竞争的心态 那我们会不会 小时候呢 这种的感觉在里面 就变成了一种感觉 觉得没什么人爱自己 没什么人喜欢自己 我要用这些方法来得到人的欢喜乐 用这些方法呢 得到人的喜悦 这个另一个图 可能大家都会经历过了 我爸爸呢 跟我买了一些玩具啊 那又是另一个 我那些 我爸爸买了一些不是玩具啊 是真东西来的 哇 那就是比较那时候 我爸爸什么 我妈妈什么 就会 小孩子的时候呢 很容易会比较 比较的时候呢 就是一种竞争的心态 那这个一方面就是那个 就是说说话去炎耀自己 晒命的那个呢 这个是一个心态 第二个心态呢 就是那个 时时被人说 他比他聪明 那那个人呢 会怎样呢 时时就会觉得 我自己呢 就是没有人喜欢我 我呢 好不够料啊 我不够人 那么受欢迎啊 就会在心里面 有一种的伤害在里面 而这种的伤害 有时就会造成 以后受伤害的 还有以后 就是如果他处理不了 甚至在教会里面 一样有 因为我会说到 在教会里面 一样有这些事情出现的 这个情况呢 不仅是出现在外面的 而是在教会里面 在基督徒中间的样子 可以出现的 如果我们没有处理好 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好大发挥 但是我们处理好的时候呢 我们的人就会松了 就会知道 神很爱我们 人爱不爱我 不是最重要 当然人的爱是很宝贵 但是呢 我们就不会捉到实了 有很多人就捉到实了 所以变成了 一有人对他不好 他就很容易受伤害的 哇 有些人一拿银子 你有没有见过 那些人一拿一笋出来的 我见过的人是 一开银帆一搭银子 拿出来给钱的 有些甚至拿着橡筋绑着钱的 又不是很明白 一搭拿出来 有些人一见到 哇 有些人说他晒命 有些人说他晒命 有些人就说 我觉得这样也简单一点 但是人呢 就会 有种的心态 我有钱给人看 所以有些人 有什么努力士手标 有什么金手标 就是让人看到他 哇 很厉害 就是一个人聪明的时候 很喜欢告诉他 他如何聪明 很突然呢 告诉他 我有些什么聪明 有些什么 就是很想人家去 哇 哇 这么厉害啊 其实很多人去买漂亮的衣服呢 就是想人家 哇 哇 哇 这么漂亮的 就是很想人家说一句 哇 但是怎么知道 穿完漂亮的衣服 又没有人出声 就很失望了 但是那个出声那个呢 他就觉得 哇 这个呢 真是我真朋友了 这个呢 就真的欣赏我了 就是很多时候人呢 很多时候做很多事是想人看得到的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买这么多东西 做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化妆店这么好生意呢 为什么那些教别人做好的太太 或者好的丈夫 那些课程就很少人上了 但是那些人呢 就觉得呢 就觉得呢 那些化妆呢 真的的确实很出神入化 就是其实我对化妆 当然是完全没有兴趣啦 我一生人之中 我都是不太理外外貌的 有时候呢 太太都会告诉我 那些衣服要拔好一些啊 那些之类 都会拔好一些啊 就是呢 就是呢 很多时候都会跟我看这些东西 就是我对化妆没有兴趣 但是呢 我在网上偶然看到 有些人的样子 哇 为什么这么不同呢 之前的样子 和之后的样子 是完全不同的啊 是因为化妆的缘故 所以我就看到 哇 那些化妆店 整个人在那里 包括中学生 那些中学生 那些女生 在那里排排队 哇 在那里看 就是因为呢 觉得呢 哇 那些男生呢 就会更忙一点 那些男生更忙一点 那些是不是真是她 将来有美好婚姻呢 那很多人就会觉得 漂亮一点就有美好婚姻 那些 哇 那些更加 她想喜欢那些男生 喜欢她 但是是不是真的 婚姻更加好呢 其实是未必的 这个其实是一种幻觉 一种幻象来的 就觉得 样貌更加好 就更加 更加 更加吸引人 更加呢 是受人欢迎 那其实呢 这个是一种的价值观 觉得 怎样去受欢迎 其实这件事 都是很多人心中很重要 我怎样更加受欢迎 包括全球人在内的 那些全球人不受欢迎呢 他都会想办法 怎样方法呢 怎样方法去吸引更多人呢 的时候呢 变成他用方法 不是用他的生命 希望我们真的看到 世人就是被一些价值观影响 比如这个 左边的女生走过 啊 又说比你漂亮 吸引女人 那些男生一见到我 都看着我 看着我 你看我多吸引 那这个另一个女生呢 眼都挖起了 很生气 但是两个都有一种效应的 左边那个 他一生都要靠漂亮 右边那个呢 整天都会有一种低沉的感觉 那我听过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有一个人呢 原来她丈夫都不可以见到她 美化妆的样子 因为我发觉呢 就是我曾经有这个经验 原来那些戴了假眼睫毛的人呢 不戴呢 是两个样子的 戴的时候 戴的时候的样子是很不同的 眼睛好像大了很多 看不戴的时候呢 眼睛好像小了很多 看不惯 突然这样的 所以她不能给她丈夫 见到她没有化妆的样子 那我又怎样 那她是不是晚上 都是戴着眼睫毛睡觉呢 或者是一亮灯才戴呢 才脏呢 就是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想遲早有一天都会见到的 就是她没有那么接受 到底是维持多久 我不知道啊 但是很多时候呢 这种感觉就是令人觉得不及人 其实我都坦白承认 当我在年轻的时候呢 我都常常见 事务的同学 她那么好样 我好像她那么英俊就好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啊 不如问 有没有人没有经历过这件事 有没有人你从来没试过 哇 我好像她那么漂亮就好了 我好像她生得那么高 那么英俊就好了 有没有人在这里没有试过这件事呢 就是一生人都没试过的 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 不要有所谓 我生得怎么样就怎么样 就是不要紧的 我的样子不要紧的 就是人总是会受这些影响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的同学 在 其实我在 在我们那个时代的那些男孩呢 真是 就是不受连福的 就是我们 做到高中的时候呢 我们的学校呢 就做一些活动 就是什么呢 就是annual ball 就是每年的舞会 那 才去看看找些什么衣服 但是我的同学呢 是我很好朋友 哇 她的衣服呢 因为她的哥哥又 又穿很多漂亮的衣服 她又跟她穿 她自己有 就是她是分着的 她自己又买很多衣服 我真的看到她的衣服 哇 真是很漂亮 她的样子又很帥 那时候呢 真的那些同学 个个都很羡慕 那有一个同学呢 羡慕到怎么样呢 当这个同学 和另一个女孩去拍拖的时候 这个男孩呢 是会跟着她的 她会跟着很想 很想去 即不是她拍拖 但是她很想尝一下这个机 那个感觉 就会跟着她一起去拍拖 即是在这个时候呢 人就会有这种这样的心态 很想被爱 很想被看重 当一个人看重的时候呢 哇 觉得 哇 有个人喜欢我 有个人看下我 就会觉得很陶醉 就觉得这个人生的 哇 人生最想这件事 就是有人 真的看到她就 哇 暈了一阵 真的很喜欢 但其实这些一切 都是不过去 即是其实一切都过去 即是我们以为这些 有些人一生都追求这件事的时候 反而她得不到 我认识一个人呢 他一生人都是 可以说戴一个假的面具 他自己的从来 他不会说给人听 他事常都是 表戴一个假的样式 即是会说给人听 他怎样好 那些不好的 他会不说的 因为他觉得 一定要遮好自己的 一个面具 那么我希望大家 我们在人面前 不需要面具 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 是很宝贵的 你和旁边都说 我们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不用靠外貌 不用靠衣服 不用靠这些钱 来提升我们的身份 但世界上的人 的确是靠这些 来提升他的身份 我想大家看 如果看剧集 根本我不知道是什么剧集 不过我在网上查 真重 我就找到这个图画 很多时候 两个女人 差一个男人 差的时候 真重 我不能输的 两样东西 一个很想得到 第二个我不输的 我不会输给他的 有没有搞错输给他 他这样 不行的 我曾经有一次 在搭飞机的时候 那时候搭日航 就和一个日本女人 坐在旁边 和他沟通 非常困难 因为他的英文 差很难听 那我就 我有点好奇 因为我听到 日本的男人 常常找女人 我说 你丈夫如果找女人 有什么感觉 有没有感觉 我看他漂亮不漂亮 就是他说 可能他够漂亮 就搶一句 或者他会不喜欢 或者不够漂亮 他觉得 为什么不够漂亮 他都会喜欢 我不知是什么 总之他就觉得 没所谓 或者他不要漂亮 不要漂亮就可以了 就是这种人的心态 很特别 就是这个日本 我来说很奇特 就是他很接受 男人是可以有外面有女人的 而这里就是 人很想争到 人家会喜欢他 例如 从小到大 我比你好 我比你叻 我一百分了 你看 一百分了 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可能有什么人喜欢 他就觉得 很多 可没足 一百分 哇 就是想人家知道 想人家知道 他更加好 都是想人家说 哇 一百分 但人未必会这样想 但人总是会觉得 有人会这样想 就觉得很舒服 很喜欢 很喜欢那种被 唇膏 被看重的 看法 很有趣 这里 他说 羡慕这个字 你写下 就会变成疾度 当你羡慕一个人 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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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路本来羡慕 羡慕他怎么好 怎样写一写下 变成疾度 其实人不需要好 很多时候就要竞争 要比人好 要比人好 所以 很多人的心态 要比人大 就是什么叫 车比人大 房子比人大 什么比人大 要比人好 比人多 钱要比人多 有些人 尔拉比人多 什么比人多 比人舒服 我去旅行 车要舒服点 豪华 其实 一句中文所说 万事如意 什么都是如意 不过如必爱意 是如人的意 就是人的意 想的尽多是自己 其实基本上 世界价值观就是自己 我想得到什么 我就去追求什么 世界价值观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得到钱 要成功 被人看得起 讨好人 享受 一个价值观 很多人都受影响 就是重男轻女 在中国的社会里 很多时候 但是不是 基督徒就没有呢 不是的 其实我发觉很多基督徒 一样有 一样呢 生了个儿子 就很欢喜 生了个女儿 就是我要追个儿子 就是我认识 有人呢 他是一路追个儿子 生了几个女儿 最后才追到个儿子 但个儿子中得很紧 结果那个儿子中得很坏 所以其实 追到未必较比较好 但这个重男轻女 其实是很大的破坏性 还有另一个 就是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其实结婚是好的 不过当有些人 不能够结婚的时候 这个可以成为一种压力 我没有结婚 我怎么办呢 我单身 我怎么办呢 就会觉得人生无意思 不过你去问一下 一些结婚的人 有些人说 你就是好 你很自由 你知道吗 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 你喜欢玩什么都可以 你喜欢去哪里都可以 我现在不行了 结婚的人 就很羡慕未结婚的人 那种的自由 未结婚的人 就很羡慕 结婚的人 那种的 龟属感 但其实这种龟属感 不是一定 结婚一定有的 不是一定 过几分一定有的 是很多人结婚 一样是没有龟属感 其实我辅导婚姻 发现很多人都是没有 为什么呢 基本上人的价值观 就是我想得到 你听到人家说 我想找一个 又漂亮 又温柔 懂得煮饭 穿衣又漂亮 又肯做家务的太太 就是人家是这么说的 找一个丈夫怎么办呢 赚钱 温柔 听我说话 救力 有聪明智慧 就是人家是这么说的 他不会说 我想结婚 突然我要祝福我丈夫和太太 令到她真的 活在天堂一样在家 很少说的 很少说 我将来 令到我丈夫的太太 如何开心 如何看见我 就很开心笑 很少人这样想法 当她越是这样的时候 她越得不到 为什么呢 基本上 其实婚姻问题 我简单说出来 当然有很多细节 通常来讲 这个是普遍事实 不一定是传媒对的 有例外的 男性是很喜欢 注目在她喜欢做的事 这个是事实来的 男性在未结婚 就很想追女性 这是一个事务来的 追到一个女性 是成功 你看我的女朋友多厉害 又漂亮 又样样都好 哇 是炫耀的 但得到一个女朋友之后 我每天都回家 我就是你的 那就行了 还有什么要求 总之我在家 我属于你 就是爱你了 总之我回家吃饭 就是爱你了 这个就是 我不是每个男人都是这样 但的确是会这样的 而女性又怎样呢 就很想她对对方 女性是看重关系的 神就 其实是聪明智慧的 不过很多人就觉得不是 为什么女性有这么多要求呢 原因就是这样 女性是很看重关系的 所以小时候 那时候 我做堂会牧师的时候 我发觉那些女孩 小小过了 抱手抱 走过来 牧师看到牧师 啊 我好开心 那些男孩 就拿着个游戏 就再在那裏 在那裏 在那裏 看 дома 在那裏 看东到最细 不会什么兴趣的 但女孩 年轻小过了 已经是这样的 那我还讲了 有趣的故事 给大家听 这些是 我有趣的故事 纯粹是故事 我小时候 我就 和我姑姑 роз band 住在旁边的屋 姑 Monica 就是我爸爸 我一爺 不像一个太太 肯定生一个姑姑子 我那時候應該是二年班 一二年班 那姑娘有一天叫我 躺在床上 她就躺在床上 她說抱著我 叫我說我愛你 我就說 但我完全不知是甚麼 然後說我愛你 說完就玩完了 但這件事我看得到 我想回 原來一個女生這麼小 當她看到電影 她當然是看電影的 我愛你 她就很想有這種的經歷 很想有這種的經歷 另外有一次 我家人帶我去拜年之旅 那時候都是小學生的 他們有個女兒 跟我下樓下 然後說你抱一抱我 我又是完全沒有感覺 抱一抱抱 抱一抱抱 我現在想回 又是 即是女性 從小時候開始就很喜歡人 抱她 親她 拖著她 看重她 男性呢 玩玩具就玩了 不看旁邊的人 玩玩具就在那裡 玩玩 有些甚麼要做 就在那裡做的 所以兩個人結婚呢 結果是怎樣呢 男的那個呢 就想 我已經 追到那個女生了 那現在我要做下一件事了 我的事業 或者那些甚麼工作 而那個女子 始終都是這麼喜歡對方的 所以她就會拖著對方 她想有的關係 不過問題就是這樣 她得不到 很多的女性 就會用另一個方法 就是發黯症 你都不愛我的 你都不疼我的 你都不記得我的 你都不記得我的 在你心裏沒有我 沒有我都沒有分別的 那就會發黯症了 但是當我越發黯症 那個丈夫就越怕 以前我也很自由的 但丈夫就是這樣的 通常來說呢 很想結婚之後呢 就跟以前一樣 不過不同呢 就有個女人照顧我 即是一樣是這樣 有想做的事 自己去玩甚麼 做甚麼事 那就回家 有個女人照顧我 那真的好 去拍拖呢 有個男人照顧他 就是男人照顧他 就是男人照顧他 即是那種溫馨的感覺 但如果你說跟他聊天 他就會覺得沒甚麼好聊 聊了 聊完了 聊完了 即基本上呢 大家都是想得到自己的東西 得不到就不開心了 所以女的就會發脾氣 吻症 男的就會覺得很煩很厭 為甚麼有這麼多要求呢 所以需要婚姻輔導 需要知道婚姻是期望甚麼 所以男性呢 如果你不是想愛對方 就不要結婚 你只想追到一個女性 有些人真的這樣說 追到一個女性 他會照顧我和我生孩子 又會和我整理好家 就是這樣 這樣的心態呢 最好不要結婚 你就找個菲傭 菲傭就可以了 你就會做你所有要做的事 還不用那麼多錢 菲傭是海山子 是菲傭是海山子 但是人就是想不通 所以變成這個是一個價值觀 但是不知為甚麼 一代一代都是這樣 一代過去一代由來 代代主人一色一樣 重複 但是當人是注目在真的愛對方的時候 那婚姻就不同了 或者令到其實很多女性 當個丈夫說 我見到你就開心 見到你就很歡喜了 見到你就會做一些開心的事 令到對方開心 那個太太一定 通常是歡喜的 當然可能有些事情她都要調教 那太太要調教 就不要那麼多要求 那時候她做一些事情 都會歡喜了 就不要說彈她 為甚麼你花那麼醜怪 要買那麼多錢 那你彈她 她以後都不會買給你 因為她就擔心買了錢 那這就是一個男女相處之道 但是基本上就是 人想得到自己的東西 男大當婚 為甚麼我想生孩子 我媽叫我生孩子 我要結婚 是為自己 不是我要祝福一個人 但是當我在 我跟太太結婚之前 我跟她說 我說 我結婚之後 我會有人對她笑 會令到你開心 令到你快樂 支持你 鼓勵你 那我每天都是這樣的 她也是這樣的 我們大家都很享受 大家都得到提升 就是這個是 我希望大家 結了婚的 或者未結婚 都有這種的心態 就不要用世界的價值觀 就是說 男大就要結婚 女大當嫁 不是就是說 人有我有 人你結婚我結婚 而是說 我建有一個屬神的家庭 或者另一個世界的價值觀 就是說 幫助人物奉獻就是損失的 這些都是一些世界的價值觀 好 好了 當我們在世界的價值觀的時候 就會怎樣 雖然其實我們是神的兒女 是公主 是王子 是非常尊貴的 但是 我們的心裏 因為以上的價值觀 我就覺得 其實人都不太提衝我 因為我不夠人厲害 因為我不夠人漂亮 我不夠人聰明 我的太太丈夫不吸引 就會覺得 我都是一個 不被人看重的 都是孤兒的身份的 我不吸引 我要爭重 我要用方法 這個就是 很多人的 這種情況 但是其實 神很愛我們 祂不想我們 是被這些世界價值觀控制著 神是想我們 是真的享受祂的神 基督徒很 其實我發覺很多基督徒 是很難真心真意 相信神的愛 有麻煩 就會一定用自己的方法 其實神是會安慰你 我們只要我們 信靠親近和遵從神 我們信靠神 神會幫我們 親近神 和遵從做好你的責任的時候 神會你預備 為你開路 我們不需要自己去搞定 那些一切的事 神會搞定的 這樣的時候 你做人會很輕鬆的 譬如我自己來說 我有任何困難的時候 我說不要緊的 神一定會幫 只要我做好 我賺 就算人家沒有做好 都不要緊的 我因為處理過這些事 所以 就算我有些情況 好像損失 有些人幫忙 又沒有 又脫 脫了什麼 脫底 脫底 做沒有做的事 但是我就說不要緊 神會幫我的 總之我做好要做 但我會處理 這樣的時候我就不受人影響 每天都告訴你 我是被神的愛 那你的心就會平安輕鬆 就不會受這個世界影響 不然 你就會一生人受人影響 曾經有一個人 很有趣 其實這種爭重的心很強 那他跟我說 他說 你用電腦做什麼 那我很多時候打字 那時候 那時候我都沒有弄影片 那我就打字 那另一個人問他 就是我用那些 word 我忘了我用什麼 用什麼字 但另一個人聽不到我 可能用word 那有一個人就問這個人 他說word是什麼 那你猜他怎麼回答呢 他說word就是 用電腦最低的那個層次 就是他總是要好像 要踩低別人的層次 他的層次比較高 但是 何必這樣 其實就是因為他要爭重 於是他要做一些事情 令到別人看重他 真的好像他的層次更加高 這個就是在我們裏面的潛意識 已經潛在那裡 其實當我們 看重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做什麼 雅各書四章四章 一起讀 你會這隻猶豫一人 你不知與世俗為有 就是與神為敵嗎 所以凡想要與世俗為有的 就是與神為敵要 就是當我們看重人 看重要討人歡喜 看重要做人喜歡的東西 或者得到錢得到成功的 那時候 我們就是以世俗為有 就是很多基督徒都是 又想有耶穌 但是很想有世界 其實你做工賺錢沒有問題 但是你的心放在哪裏 耶穌知道的 有很多人說 我這份工會傳呼音的 不過心底柱就說 最好傳呼音 不過又賺多點錢 就是心裡面 心底柱就 很看重他想得到的人 其實那份工多錢是沒有錯的 不過問題 你這份工能我發揮你自己 我不反對基督徒賺錢的 你賺錢又由忠心奉獻 是好的 你都能夠有錢去祝福別人 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不是為了賺錢而賺錢 當你是這樣的心態的時候 神會祝福你 其實當我第一個太太來世之後 我是打算去宣教 我就打算把我所有的東西 我都想得很頭痛 把我所有東西變成一個行李箱 我要扔多少東西 我扔多少東西 又拿著一個行李 就會四處去宣教 我的心就是這樣想著 因為我的心已經 我覺得世界是不值得有的 其實你有錢 你吃過好吃的 你吃過沒有 每個人都吃過 吃過好吃的 都是不外如是 很好吃 都是這樣 不過當你很肚子的時候 你聞到香味 是真的很吸引的 但是當你吃到 又是差不多 吃到那些最好吃的 森蓉海味 鮑魚 就是你吃的那些 都是爽口 可能對於我們來說 是有營養 但是當你吃得多的時候 都是差不多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們基本上 應該都吃得到這樣的東西 吃得到這些 我們想吃的食物 這個世界就是追求錢 追求人的體重 我就說 我餘下的時間 我就想給神用 就是想去宣教 完全將我生命給神 神的心意 就不是想我這樣做 因為我現在發覺是不行 為什麼我發覺呢 因為宣教很多地方 那些食物 實際上 那些質素不太行 因為去完回來 有時就會起粒粒的 起得多就起粒粒 所以我現在 來來回回是比較好的 這個是神的安排 即是說有時我們放手 神反而將更好的給我們 因為神是會善待 所有你追求神的人 先求其他國 和祂的義 這一切都會加給我們 但當我們追求世界 反而與神為敵 反而得不到 好了 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其實在教會裡 經常都有的 屬靈的世界的價值觀 即是在教會裡面 一樣有的 怎樣呢 譬如我的侍奉 要被人厲害 嘩 走在一起的時候 有時有些人會問 你教了多少人啊 不好意思啊 唉 就會 就是 報大數 很多 很多的罕密都是報大數的 很想 即是被人覺得 我做得很好 其實呢 是不需要的 在神裡面是不需要的 或者人喜歡我的師父 哇 那些人很喜歡 不需要告訴別人的 神喜歡就可以了 人喜歡 得到幫助是好的 但是呢 不需要這件事來支持我們 我們是有神支持我們 為什麼不要靠這件事 因為你總會發覺 有人不喜歡你的師父 無論你做得多好 總有人喜歡 當你靠人喜歡的時候 你就會很失望 你會總有些人會 你那次還說句話 你不適合聽 那你就會走啊 那你的心就會上頭 但是我們學習 不要緊的 我有一次有個牧師 很好的 我去到一個地方 我開一個中文工作 有一個中國人在那裡 他呢 其實已經在那個教會 做著一些事 但是其實他不是在做 那樣工作 那麼他就 叫我買車 或者是透過他買車 那我不知道 我以為買車的經紀 那些店裡才有賺錢 因為他跟我談 那怎麼會賺錢呢 我就沒有跟他買 我就找其他人買 就是找其他人買了 然後他就翻臉了 他就很生氣 我幫你這麼多 你又不幫我買 我才知道 那麼他就說 我以後都不回來 那麼我告訴那個牧師 牧師說不要緊 我們周時都是這樣的 我們建幾個梯級 給那些老人家 又有人走 我們建了玻璃 給那些大小孩 在後面坐 有人走 我們做中文工作 有人走 是不是都有人走 所以你不用擔心 這個牧師真的很好 是給我很大的釋放 不是要看人 是不是喜歡我 而是我做對的事 就OK 是神歡喜的 就OK 不是要討人的歡喜 另外 事奉成功 就深花露放了 為人祈禱有果嚇 這個是很常見 在聖明圈子 一祈禱 我變成功 哭到不得了 起來都不得了 就很開心 但是我們的心 是這樣想的時候 有時候 那個方向就會錯了 我們重點是 他經歷到神的觸摸 神的愛神 祝福 不是一定要 在我祈禱的時候 他很厲害 有些人就為了這個表現 他就會推人 是我見過的 亦都有人告訴我 是推得很大力 其實是不需要 其實推人的時候 令他更加有一個 不好的名聲 那這個就是 其實 人有時候可以說 很愚蠢 以為聰明的時候 基督徒都會很愚蠢 就是為了想 這個表現更加好 我的教會要給人多 還有很難欣賞 別人給自己好 他做得好 很難告訴他 因為覺得 說他好 就是說自己不好 這也是另一種心態 看見人士奉不夠好 就不順眼了 好又不值得 不好呢 又生氣他了 但是我們應該說 他不好 我就提升他 他好我再提升他 欣賞他 給他機會 這個就是一個正確的心態 神就歡喜 如果我們士奉 是討哪個喜悦 真是討神喜悦 就不要討自己喜悦 不要討人的喜悦 好了 我們看看聖經裡的例子 就是說 熟靈的世界價值觀 《馬太福音》20章20節 聖經下兒子的母親 和他兩個兒子上來拜耶穌 拜耶穌 這個是母親作怪 很多母親都是 很想他的兒子成才 很厲害很厲害 他要他成才 他就拜耶穌 求他一件事 耶穌說你要什麼 願你叫我兩個兒子 雅各約翰 在你的國裡面 一個坐在右邊 一個坐在左邊 這個就是一個世界價值觀 放在教會裡面 那又怎樣 雅各約翰就很大 其他門徒小小 兩個最大 這個就是一個 要比別人厲害一點 比別人好一點 這個世界的價值觀 到底我們的事務 是想厲害的人 還是想祝福人 往往人就會有一種潛意識 自己小組多人一點 真的會開心一點 開心沒有問題 不過呢 真的沒有競爭性 和不太誇額自己 臨時言三章四節 有說我是屬保羅的 有說我是屬阿波羅的 這豈不是你們和世人一樣 有些有屬基督 為什麼呢 因為保羅來的傳道後 阿波羅牧養 我是保羅的 保羅已經過去了 阿波羅大一點 阿波羅現在是牧師 在牧養著 於是就有比較的心態 這個都是世界的價值觀 那這些是提醒大家 不要去比較 譬如說 的如且有些牧師 真的廣道好一點 祈禱有能力一點 但我們不要因為他大能力 所以我們就好像看重他 那些小能力我們就看輕他 兩個都是神寶貴的 兩個我們都見立 這個就是神的心態 就不只是看那些厲害的 做得好的那些 譬如這個 你祝福我 少了一個教會 因為你少了 比你人多的 來吧祝福我們 這個心態裡面 含有一個意思 我很多人的 你來祝福我們 我亦都提醒大家 在這裏 因為這裏不是一個教會 大家來到這裏 就不要叫你的 組員去你的教會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想有一種競爭的心態 除非有人問你 有沒有介紹教會 那你會介紹不同的教會給他 如果不是呢 不要去叫人去你的教會 那我也都很想說 就是說 在任何情況之下 我們傳福音是向微信的 傳福音 不是向基督徒傳福音 就是叫他入我們的小組 入我們的教會 因為有些人 他的小組想多些人 所以他叫人 有些人都叫過我的 牧師來我們去教會 叫牧師去教會 牧師當然是在侍奉 那牧師為什麼去你教會呢 多一個人 叫多一個人來 這個就是一個 擴充自己的領域 山頭主義的心態 頭主幫助我們 不要這樣做 也都是偷羊 一邊侍奉一邊偷東西 神喜不喜歡呢 神是不喜歡的 所以不要一邊侍奉一邊做神 應該是不想我們做的人 加勒太師章十字一起讀一下 我現在是要得人的心呢 還是要得神的心呢 我豈是土人的喜歡嗎 若營救土人的喜歡 我就不是基督徒伯人了 就是說土人喜歡就是要做土人 我記得曾經有一個教會這樣的情況 這個教會裡面有一個有錢人 他是這個教會的自處之人 很有錢 又是有身份 他經常上台講話 但他上台講話 我真的覺得 很多是會誇耀 很多是很虛空的 但他經常上台 為什麼這個人 這個人 在教會裡面有錢 有地位 這個就是土人歡喜 神主幫助我們 不是看這個人 不是這個窮的 我少看他 而是任何人 我們都看從他 就是不要被這個世界的價值觀影響 這個圖畫 就是金銀寶石 草木和佳 有很多人的努力 是應該得到金銀寶石的 不過他就加上一些世界的價值觀 結果他所得到的就是一個小小的草木和佳的小小小 值得不值得 其實很多人很勤力 慢慢地拔人 在別的教會拔很多人過來 很勤力 很幫助他們 幫得很緊 不過他做的不是神歡喜的事 或者他做的時候 好像要誇耀他自己 或者擴張他自己的領域 這樣的時候 他所做的不是神歡喜的 所以我們既然服侍 就做了神歡喜的事 做的事 不要被人影響 歡喜的心態 不過這是需要處理的 即不是一下子可以不受人影響的 是需要時間的 但是我們學習 不被人影響 經常都平安喜樂 有人影響我們 不要緊 耶穌幫我的 時時在神裡面有平安喜樂 那你就能够處理生命 我們今天在門訓時間都說到 有些人很難頂的 怎樣處理呢 我們就學到 分別到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 他說什麼說話 不用放在心上 我依然祝福他 但不把他的說話放在心上 有人說 這樣聽得多都會激氣 如果我們緊張他的說話 就會激氣 即有這個世界價值觀 就激氣 但你說不要緊的 他講什麼都不要緊 因為他都是一個罪人 他講的說話都大有罪 我不用放在心上 就不會激氣 我這個是一步步的學習 但其實我有沒有激氣呢 是有 不過呢 一有的那樣 我立即處理 就不是按住他 立即處理 我不用激氣的 這個人的問題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就立即盡快處理 即轉身 哈利利亞 感謝耶穌 哈利利亞 我就轉身已經放手 那時候 我們就盡快處理 那你呢 就是建造的 所有呢 都存留 但有些人 真的做了很多 他是因為他很多 他的私心 很多沒有處理的價值觀 被人影響 土人的歡喜的時候 結果呢 他是 做了 將來去到天台 有很多人失望 我帶了很多人 信耶穌 他說 為什麼都是草屋 因為他帶的時候 有一個競爭心態 我要比我的牧師 我帶人更多 比我的牧師 我一直帶的時候 我又帶多一個了 我又帶多一個了 他一直炫耀的時候 他將來所做的是 草屋王家 你想不想這樣 很辛苦 但是浪費了些功夫 其實很浪費力 為什麼要浪費力 不如這樣 不如這樣 不如很輕省 我做的榮耀神 哈利多耶 感謝神 誰跟進他都好 不一定要我跟進 誰跟進入他少了都可以 即是他心很廣闊 這樣的時候 神反而歡喜 不是一定要我厲害 不是一定要人提我的名字 不提我的名字都可以 總之我幫到人就可以了 好了 屬神的嘉誌觀 整本聖言都是一樣 我們一起読 愛神愛人 師父受禁為有福 幫助人沒有回報 必要檢 神必定看顧 信服他的人 神至婚姻 或是獨生 功是美好的 為神和人 犧牲是有福的 神予你的計劃 是最美好的 我講一些重要的價值觀 愛神愛人最好的 神是真心愛人 無論人多微小 有些人很病 他不會對一個教會 少了什麼貢獻 但你做到他身上 就做到耶穌身上 你不要計較 這個人有沒有對你的益處 我們就去幫助人 也不要說 我做不到的 這是另一個捆綁 這是另一個價值觀 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的 那就怕了 怕的時候又會爛了 我們總之有機會就祝福人 師匪受更為有福 給出去更加厚 但是很多時候 人們就說 有什麼好處 得到是有福 但其實給這麼有福 你給出你收到這麼多 幫助人不要回報 不要緊的 因為神記得 神記得就可以了 人記不記得 沒什麼所謂的 神必須看顧順服他 我們聽神的話 神一定祝福的 神次婚姻或讀身 都是美好的 這句說話前面那句 很多人接受的 神次婚姻很好 不過讀身 真的不太好 但其實我們可以享受讀身 就算讀身可以享受 並且有自由去使用 所以不一定要結婚 不過如果神給你 你就結婚 我也曾經說過 我現在這個太太 我是用了十一個月尋求神 我不是說 這麼好 立刻結婚 我不是說 我要帶他宣教 讓他試一下那些 很臭很臭的洗手間 很骯髒的 滿了蟑螂的 滿了蜘蛛的 洗澡的地方 讓他試一下 你頂不頂得熟 因為我覺得 神在我身邊的計劃 有一個奇妙計劃 我不會浪費神的計劃 人是會過去的 所以我一定要祂知道 祂真的能夠 跟我的事物能夠合一 是神所預備的 我才會跟祂結婚 我真的發覺 神真的有很多東西 是祝福 其實我起初 我讀生都很好 我真的準備了讀生 因為神沒有這麼準備 但希望大家 無論如何都好 都是神的計劃 不要緊的 為人和神犧牲是有福的 神與美的計劃 是最美好的 其實基本上 世界價值觀是什麼呢 自己很重 神很輕 但聖經說什麼 約翰福音三章三十節 他必欺我我必須 其實這句說話真的很厲害 約翰說得出這句說話 真的是神的感動 他這麼辛苦 他從小時候 他就跑去抗野吃蝗蟲野蜜 小時候小孩子就跑去 整天穿著鱷塘毛的衣 不要以為很矜貴 就是為了樂陀 整個皮穿著 很粗魯的 那些衣服 就在抗野吃蝗蟲野蜜 然後呢 去宣講耶穌 預備耶穌來 叫人悔改 然後呢 居然被人捉了 後來還被人斬頭 但他說不要緊的 那些培徒說 跟耶穌那些比你更多 他說他必輕貌 我的信命不要緊 我信命不要緊 但其實他是很輕貌 他越謙卑他越輕貌 你想不想神提升你 你越謙卑神就越提升你 你越想 你越緊張你的東西 其實我見到很多人很緊張 哎呀 我家裡又被人罵 我又不開心 我有很多煩惱 很多事緊張 越緊張是越辛苦 其實有些人說 牧師你不知道的 我真的很辛苦 我說其實我受過苦很多 我被人罵和說的次數 是有千萬次計算 是有很多很多次 但我在這些一切中成長 學習輕鬆得性 不計較沒有所謂的 我現在已經學到 真的沒有所謂 其實人怎麼看我 沒有所謂 這樣的時候 我的生命剩下的時間是多少 我求神給我這麼多 我最好又活到一百歲或一百二十歲 我都要 是為了什麼呢 不是為了享福 是為了祝福人 就是去祝福人 哈邊興亡我必須未 你想想 在這裡我就想興起人 真是給神用 其實一切 你所吃的東西 都去完廁所了 你所有享受的旅行都已經過去了 但是你為主所做的 還有你奉獻的錢 在神裡面永遠存留 是很值得 你幫了一個人 看著他信耶穌 真的很值得 我見過不少人信耶穌 看著他信耶穌 看著他生命更新 提升他 是不少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這樣做 他必興亡 我必信 不要緊的 在這裡有一些方法 一起讀 人迫不我 要我快結婚 不是問題 我獨身 不是問題 家人都囉唆 不難碰製我 不要緊的 有他囉唆 我們可以告訴你 我很開心 我真的很開心 不要緊 你不用擔心我 我一個人都很開心 接著 人說我賺錢不多 不是問題 我買不到名牌產品 不是問題 我賺得多 一定賜我各人福氣 不要緊的 我錢不夠多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我沒有那種東西 人家有那些iPad iPhone 哇 真的貴得很離奇 哇 幾千元一個 我真的覺得 沒什麼可能 幾千元去買 我真的覺得 寧願幾千元奉獻了 是做在主的身上 但有些人他會追 幾千元一個 我真的聽到 為什麼貴過其他那麼多 是不是漂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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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好些的 不過是否值得那麼多錢 其實我一個都很好用 其實我一個都很好用 真的 已經很舊 我覺得很舊 真的 所以買不到名牌 不要緊的 錢不多 神會給我更多豐盛 其實我一開始 想著我 儲了錢 就救我宣教 因為宣教 就不用出錢 住的 在那裡去完 去那裡 吃到那裡 吃到那裡 周時都請我吃的 所以那些錢 只要坐車 我就想著那些錢 夠用 一直到我回天家 但是神給我更多 神也會給你更多 我們一起讀 有人不自民和 不是問題 神喜悅我 我的生命是寶貴的 我可以祝福人 我讚你神 又充滿喜樂 這樣好不好 其實這樣做人更加開心 有神的價值觀更加開心 世界價值觀 有沒有控制你 有 如果真的沒有 真的好 但我們留意一下 我們內心有沒有被人影響 有沒有當人說句話 心就很討厭 有 人家不看起你的時候 就覺得 唉呀 沒有希望了 沒有錢的時候 很害怕 其實我們每個人 都會有這些情況 每個人都會有這些 每個人都有一些錢意識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 我都不記得哪個了 那些發言時代 有個男明星 都很英俊 不是不英俊 不是不英俊 那他呢 他呢 他經常做 有一個呢 張英 張英 他那些電影 我看完很深厚 很不舒服 他怎樣 做個賭仔 錢在那裡輸啊 輸啊 輸了 我一看電影就會投入 日後 我都沒有錢 怎麼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些電影 有時候 看到一些很慘的電影 日後 我又這樣 怎麼辦 但其實我們靠著耶穌 不用這樣做 我們靠著耶穌 有信心 我們一起起來 主耶穌幫助我們 主耶穌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很愛我們 你的價值觀最好 你的價值觀是最安全 最穩妥 因為神你愛我們 你體重我們 你欺理我們 你建立我們 我們的生命 每一個都變得更加光輝 更加祝福更多人 並且是每一個都可以的 神啊你真是好 但世界不是這樣的 世界是競爭的 夠聰明 夠多錢 夠英俊才行 但在神裡面不是的 神裡面只要有心 願意跟從神就可以的 神就會大大使用我們 求主幫助我們 不要給這個世界影響 幫我們一步一步 將這個世界影響放低 不要愛這個世俗 不要愛這個世界 因為以世俗為有 就是與神為敵 主耶穌幫助我們 我們體重你 你歡喜我們就可以了 我們做你歡喜的事 我們走你的路 神一定會興起我們的 神會幫助我們 天天都開心 不受人的影響 不受人的說話影響 不受環境的影響 滿心平安喜樂 Hallelujah 哈哈哈哈 賺美天父 感謝天父 可以全然的輕鬆 Hallelujah 哈哈哈哈 全然的放下一切的重大煩惱 神會幫助我們 不受世界影響 不要緊的 家人怎樣摁我們 無所謂的 因為我們有神是魂魄的 當人問我們 什麼時候有男朋友 有女朋友 不用緊張的 不用被他影響的 不要緊的 哈利路呀 主呀 我們謝謝你 因為你實在最美好 因為你會興起每一個人 求主幫助我們 釋放我們的靈 把我們心裏面所有的重疊釋放出來 把我們的煩惱釋放出來 在這一陣子 真是能夠呼吸一些自由的空氣 感謝神我是自由的 我們一起宣告 感謝神 啊 我是自由的 哈哈哈哈 我不需要受人的控制 我不需要受社會的控制 我不需要受世界價值觀的控制 我不需要受人的眼光的控制 我不需要受成功的控制 哈利路呀 我可以全然興散 哈利路呀 有耶穌真好啊 有耶穌真輕鬆啊 哈利路呀 哦 主耶穌幫助我們 醫治我們 釋放我們的靈 讓我們每天都會這麼興散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祈禱奉主耶穌聖命 哈利路呀 我們處理這個生命 是必要每天去做的 每天你留意到自己 有什麼負面的情緒 受人影響 你可以坐下 所有受人影響 你都處理 你慢慢一步一步 不是你不管人 是你會管人 但不受他影響 心裏充滿滿足平安 興散喜樂 這樣的時候 你不受人影響 你會越來越開心 而且每天都要耶穌充滿你 耶穌愛充滿我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耶穌看重我 我是神的王子和公主 我是很尊貴 我一起講 我是很尊貴 我是極度尊貴 非常宝贵 没有人能够取代我的 全世界只有一个我 阿里路亚 可以发挥生命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